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世好风光 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 背不露青筋 血管和骨头 掌心掌背都露多 摸起来温暖和踏实 如许的手相则是有负责的人 龙虎相配富贵人 手掌后是手指饱满 手相中手指为龙 手掌则为虎 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 手指较短其人重于不虑 只可龙吞虎 不成虎吞龙 龙长虎短 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 第二 符号 手内元宝文和三角文叫着 生平不借钱财 事业献清楚直上直奔直奔中止 事业不变 太阳献叫着 在业内享有必定的圣语 小指财运献叫着 财运风龙 手有余钱 第三 文理和符号均配 以这位女士名堂迪娃 八卦风龙 并且御主文清除了然 献过两桥 一闹事业不变 财运风龙之相 无名指下方出现叫着的米子文 古相书颜首有米子文 富贵到永久之说 米子文又成为金钱文 一样平常成如金掌球或掌心时 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 随意获得横财 外财或不测之财 二 欲主文清除直上 手掌中事业献直底中止根部 事业献的掌势好 再加之其他文献的配合较好 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 婚姓不钱财充足 事业献又成命运献 其笔质向上延伸 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止根部 其人事业心很强 干事有气概气派 且率领力很强 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 泽西才能出众 常有贵人互助 并且福泽很大 仕途中关于历史 第四 手相中文理 符号 形体均战者 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 由于相不独断 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 对人生富贵运势 均有一种帮扶的静然 长色苍白不结钱 不禄寿三宫高徒有弹性 事业献清除直上 事业有成 钱财充足 第二 非常罕见的十六种奇闻手相 十年难得一见 必是一杯冲天富豪命 一 钱财文多 钱财文这个名称 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 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 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 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 钱财文越多越深 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 而且财富来得也比较轻松 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 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 二 偏财文 偏财文位于无名指的下面 是一条竖着的小植纹 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 偏财文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 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 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 除了工作之外 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 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 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 就更激励了 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 三 锦字纹 手掌中有锦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视野 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 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 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 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 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 这一生的财运亨通 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 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 四 穿字纹 有穿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 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 从性格来说 有这种手向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 具有很强的能力 从运势发展来说 有这种手向的人更容易成功 也能做出一名惊人的成绩来 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 会过得很富贵 五 三约纹 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必要已有三条才能形成三约纹 这个纹路生长在实质的上面 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 钱财丰厚 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 可以嫁一个贵妇 夫妻的感情稳定 生活条件也很不错 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 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 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 六 祖臂纹 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 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 这类人的家也是非常丰厚的 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 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 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 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 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影 七 三财文 玉管赵神局 三财文上的分明 一生时运可昌荣 主命与财助有气 一文冲破便无情 天文感情线 人文智慧线 地文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文 是掌中三财 这里说的三财文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 三条文身长清晰 没有其他杂文 所谓三财文身家业广 至家必有一招先 这三条文 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 一眼看去 掌中一个穿字 因此三财文俗称穿字掌 另有男人穿掌石叶顺 女人穿掌才不多的说法 十日三封文 玉管赵神局 三封堆起逊力昆 肉满高如枣样圆 光泽更加红润色 家中金玉有良甜 三封文指的是迅宫 离宫 昆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 像山峰一样 迅宫在食指根部之下 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 昆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 才在迅宫 官在离宫 鹿在昆宫 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 更别说是三处了 十一六秀文 首相歌诀 六秀鹿掌中 厨师好心胸 平人呈大腹 某只鹿未封 六秀文在无名指根部下面 天文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 又被称为偏财文六合文 一鹿文 如果在六秀文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文 相当于是一种辅佐 那更是锦上添花 这种掌文在西方首相学里叫做财运弦创作线 如果六秀文从无名指根部向下 一直延伸到掌心 甚至到手掌底部 这样的掌文被称作鹿马文 有鹿马文的人大富大贵 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 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 十二 玉竹文 玉管赵神局 玉竹文从掌直去 为人胆志必聪明 更得学堂文显现 中年必定拜公卿 女人有玉竹文 富裕之外 只是要里外操心 有管服 之家的现象 所以民间又叫当家文 有的玉竹文不够长 没有穿过天文 但是与天文 人文 地文交叉 共同形成一个字母M的形状 这叫做M字文 有样字文首相的人 通常学问高深 或者是创业富豪 十三 三奇文 玉管赵神局 三奇文献无名指 一路分开三个文 生在镇宫殷掌内 必做经文实录人 这三条文并价季区 形成树的形状 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 掌中有摇钱树的人 了不得 一生富贵 名利双收 能成大事 十四 千金文 千金文的特征是在手掌中 有玉竹文事业线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由此掌文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时 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想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文的人 一是无忧生活英式 一生享尽富贵荣华 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文 必能早年就发达 前程似锦 家中财运滚滚 富甲一邦 正所谓 人生若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之上家 涉事少年人的词 前程富贵又人夸 需要注意的是 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冲毁前程 掌中有千金文的人 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一世无忧 生活英时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既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时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 未来的财运 有象中富贵的集成符号较多 一般极力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 锦上添花 香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传文又成为原宝文 古有首有宝传 满在珠宝之说 可见宝传文的作用非同小可 宝传文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 四个脚不漏 属于财库 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 生活中收入高 很容易存着钱 宝传文是有两条或者三条主线感情 智慧 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 形成的抽象的宝传图形 一般情况 晶圆文宝上宽下窄 犹如梯形 船形 盆形之状 元宝形状越大 则财产就越多 1982年生肖女士首相运时 第一 首大四指并收而聚拢 直爪有收 皮白肉洗 一生富足之人 第二 手中宝传文又大又封闭 并且事业线拖着宝传前行 一生运势旺盛 事业猛进 财运不断 实际辅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 目前有上千万资产 第三 感情线深长结婚线两条相对平衡 婚后夫妻和睦 子女双全 首相中元宝文的出现 加大了运势的增强 犹如锦上添花 宝传文的出现 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 才能富贵有望 如果一个单纯的宝传文 没有富贵不会太大 甚至无富贵之相 第二 首有一文富贵自成 首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三奇文你有吗? 首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 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 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三大主要线纹 以及婚姻线 事业线等特殊线纹 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 那么手掌中的三奇文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 1. 特殊的线纹 所谓三奇文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急运、好运的线纹 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穿字纹一样使用多条线纹组合而成 常见的三奇文有两种 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 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 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视野线 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 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 被称之为三奇文 2. 三奇文的特点 之所以称之为三奇文 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三条线纹分支 更重要的是这首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 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 也就是说拥有三奇文的人能够在婚姻 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 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 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 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生活幸福 其子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 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以获得贵人相助 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 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 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一 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 容易获得意外之财 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 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线吻 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 三 拥有三棋文的人 三棋文这一首相特征 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 但线文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 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 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 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 一般来说拥有三棋文首相的人 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 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 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 第三三棋在手必不有的发达才手 一 贵人文 贵人文又叫火星文或第二生命线 一般贵人文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 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 与你合作带给你转机 手掌有肉代表有福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 二 英智线下积功德 前有贵人后有靠山 英智线不仅仅脸上有 手上也有 手上的英智线位置与贵人文一样 也可以说是贵人文的一种强势的变化 当贵人文有三条 十分清晰的时候就成了英智线也叫三金线 首相英智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 那些上一世受恶于你的人 今世会来报恩 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 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 也会莫名其妙地信任你 为你赴汤蹈火 首相英智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 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 三 钱财文多 钱财文也称为理财文 是指在小纸和无名纸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 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财望钱多 一生有花不完的钱 生活上大富大贵 四 手中多财苦 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货的人 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 这些形状为财库 代表着财富 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 容易大不大贵 五 手掌后始 手掌后始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 无论是生活或工作 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 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 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地努力 这类首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负大贵 六 太阳丘隆起 太阳丘在无名纸的根部 代表着财富 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 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 工作中奖金多 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并且能存得住的钱 一定不为钱财而累 男的财运好 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七 财运线深值 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 为财运线俗称金棍 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 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深值 有利甚至有的人是多条深值的财运线 代表着钱财运好 大富大贵 八 通天守闻 位于月球较外圆的垂直线 未标准的通天文 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线 心理感应性 非常富有幻想色彩 天文 地理 人是无所不小 又称通天文 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束线 自眉心上方直直额近 几额上的通天文 也是天目地学区的险路 有这种线的人 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潜心神秘事物研究 必有大成 双手都有通天文的 前世必是大善之人 今生头顶有灵光 一生有神灵庇佑 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 一生财运不断 有此文的人 一生不缺钱 一般有通天文的人 双手都会有 此人八字必是天以贵人心 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 财运 一生大成大步 第四 按理分析 虎虎生风的首相 根基身后之人 必是富贵祥 第一个 金星秋尤其的饱满开阔 体质加精力充沛 根基身后 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 中指代表自身 土星秋代表责任感 此处杂文多 代表自信心不强 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 有利有弊 利在会审时度逝 避其疯亡 避端在意形成习惯 自身才能亦被埋目 潜力难挖掘 实质迅功才未到是饱满 伴有井字纹 财运如井水 源源不绝 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 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 本质有保障 稳定烧起伏 掌心名堂凹陷 能存财守财 文路看 有川掌的格局 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 独立能力强 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 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 不过川掌人格局还是有 敢闯敢干 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 加上金星秋饱满 川掌和金星秋一定要配合得到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川掌格局 感情线深刻 重情感性 人缘不错 从太阳线也可看出 不过重情之人 情路易动荡 容易陷入情网 脑线和情线见十字文 年纪越大 越相信玄学佛系 晚年一和佛家道家结缘 第二个 偏身自恋 身自恋 上下弱 中间强 面骨还算厚重饱满 运势不弱 只是额头烧浅烧尖 早运一般 难得祖阴庇护 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 全骨强眉骨弱 全鸭眉 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 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 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 不过眉农不散 上扬有气势 比高龙 自身独立要强 甚至有些过于要强 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 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 眼大六白 但是黑白分明 防伴意识很强 有些容易下跑姻缘和贵人 一旦神骄 自己会投入很深 容易被烂桃花侵扰 田宅工见眉帽侵扰 靠山不稳 南路大公司坐靠山 不过比高龙起势 厚重饱满 中年财运旺 夫运族 加拳骨图鼻拳的配 中年能起孕 不过鼻梁起劫 拳骨图在婚姻中有些强势 偏敏感缺乏安全感 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 建议调